機管局在今年6月3日 就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進行公眾諮詢 預計耗資超過1300億 究竟這1300億是否化損? 從事體力勞動或低技術工作 根據這項調查顯示 現有雙跑道及三跑道系統的方案 所帶來的新職位約五成 是屬於這一類型的工作 由於現時香港在這方面的就業機會不足 擴建機場正有助滿足這方面的需要 究竟第三條跑道的得益又是否這麼大? 我們去看看機場鄰近的社區東沖 基本局指新增的職位可以幫到東沖居民 帶動就業 近日勞工署在東沖搞了招聘會 我們到場看過居民的意見 我也是找民營那些 帶走 你說零售業那些都有些東西但不多 時間太長 早出晚季客6時才 現在打卡 我回來我有一家大小我要煮飯 機場的發展又是否真的幫到東沖居民 設立他們的社區需要? 圖書館搬去湖東那裡 這間圖書館的商場�圖書館 那些書都不足夠 人多得到湖東圖書館 那裡設施大些 有自修室 這裏沒有自修室 有些學生上溫習都要出道去浦東 還有輕鬆費 還有住院裸費 沒有設施的毛 一個晚上就像死神一樣 十點多了就花了毛 什麼錢都沒有 很多單親家庭 還有很多低收入人士 所以這個社區很多家庭問題出現 和地理位置真的有關係 不少環保團體和地區人士都批評 機管局在這次諮詢中所做的環境調查 資料不盡不實 對於空氣質素 噪音 甚至連中華白海豚的影響 都有低估之言 空氣差 空氣差 你都覺得空氣差 當然 空氣差 日成千幾架飛機上落 只是噴出來之後都過命 另外你說空氣質素方面 這個其實我們都認為政府 應該做一個比較粗略一點的環境評估 應該好像現在的諮詢 就好像沒什麼怎麼說 空氣質素的問題 其實你多了飛機 很自然空氣質素 當然是真的有問題 自然會變差了 還有一些大範圍 比如海水污染的問題 漁業的資源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單單海豚問題 但是當那些問題解決到的話 其實都對海豚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益處 這個就算政府保育 譬如預護處做了很多保護措施的話 其實都抵擋不了這些人類活動 或者一些發展的勢頭 所以其實有時候很沮喪 我們不斷在那裏做 希望做保育方面的工作 但是環境也不斷受到破壞 所以其實就算一些保育的機構 一些政府部門可能是保育的方面 其實它始終都是敵不過發展的潮流 譬如港珠澳大橋或者第三年跑道 基本上是亞羅里的 基本上你其實不規劃 可以討論起或者不起 只是討論我說 起的時候有些什麼可以做 或者說說環境破壞的時候 不是說應不應該破壞 就是破壞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些什麼可以補救 其實那個概念有些本門導致 是不是所有發展都應該要進行 當環境的成本高的時候 其實是否所有發展都一定要去呢